1993年 中華民國海基會董事長顧政府 和大陸海協會長汪道涵 顧汪兩人 這一臥跨過的不是一張會議桌 而是台海離世44年來的鴻溝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 關鍵時刻 義不容辭 幫忙實力 國王會談是1949年兩岸政治分隔多年後 官方首次授權民間團體正式接觸 現在看來也是兩岸經貿正常化的第一塊敲門磚 為什麼國王會談選擇在新加坡舉行 也多虧了帶領新加坡夾縫中求生存的李光耀 從鄧小平時代就頻繁往來大陸的他 長期扮演台海各方勢力間的支點 是台灣 從蔣經國的時代 1975年 蔣經國親自帶著李光耀同遊日月壇 兩人莫逆之交的關係 在當年就催生了星光秘密計畫 中華民國協助新加坡訓練陸軍部隊 李光耀當時跟我們的蔣經國總統 有非常深厚的私交 所以他跟蔣總統講 所以你可以不可以幫助我們建立一支 最自衛的軍力 台灣對當年剛獨立的新加坡伸出援手 讓李光耀感念在心 此後一直到90年代 李光耀年年來台灣 也結識了和他一樣都在1923年出生 當時正在台灣政壇一路向上爬 從台北市長 台灣神政府主席 躍身成總統的李登輝 為了迎接這位遠道而來的貴賓 微信旅館特地設計了 歡迎中華民國李登輝總統的電動螢幕 剛就任總統的李登輝 選擇新加坡作為外交出訪的第一個舞台 雙禮互信可見一斑 但1999年李登輝拋出兩國論 不同的兩岸問題見解 讓雙禮漸行漸遠 I support one China Not two Chinese But one China and one Taiwan 即使如此 李光耀和台灣歷屆領導人 從陳水扁到馬英九 都維持密切關係 我現在請教的是李自鎮 你有好幾年或者很長的時間 沒有到台灣去了 我很喜歡去台灣 新加坡建國四十多年來 李光耀的訪台次數就超過25次 可能是外國領導人訪台最高紀錄 之所以這麼愛來台灣 恐怕是因為台新兩國在李光耀心中 不只是東南亞戰略夥伴 更以面積極小的海島國家型態 同樣面臨臨近大國的威脅 也讓李光耀產生了難以言喻的特殊情感 在這次電視